HELLO,我是虚零六 今天分享四個內建實用設定 例如如何關閉文字工具的假字 以及調整軟體UI大小 就檔案開啟後如何更改色彩模式 以及字母大小如何自由切換 看之前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還有追蹤我的IG喔 首先我們先建立一個新檔案 那我們選擇列印底下的Adobe Stock 這個檔案大家可以在雲端下載練習 那我們先點選這個檔案以後選擇開啟 當你在進行排版的時候 如果你一次要排版非常多文字 每次如果你在輸入文字的時候 我先隨便點選一個地方 你會發現它會內建出現很多假字在裡面 那你如果不想要這個假字 你想把它關閉的話呢 先將滑鼠移到上方 選擇 Illustrator 點下去以後按下偏號設定 選擇文字 點選下去以後 在文字這個地方 我們往下看 下面有一行這個選項 以預留位置文字填滿新的文字物件 這裡內建是打勾的 你只需要把這個打勾關掉 按下確定 好我們先點選空白處 再重新建立一個新的文字工具 那我將這文字物件放在剛剛的下面 點下去以後 你會看到它已經不會出現假字了喔 它只會出現個游標 這樣子呢 你的假字就可以順利關閉 如果要再打開的話呢 再重複剛剛步驟就可以囉 第二個 調整UI大小 那關於UI界面呢 就是旁邊看到這些工具列 還有這些小視窗 當我們在顯示器裡面設定 你的解析度越高呢 你的所有UI都會跟著變小 你開啟軟體的時候 旁邊這些UI也會跟著變小 在UI變小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在設計上 要尋找旁邊這些按鈕 眼睛有點吃力的話呢 你要如何讓這些UI變大呢 選擇 Illustrator 我們一樣選擇偏好設定 使用者介面 點下去以後 下面這裡有個UI縮放 依比例變更工具文字 以及其他UI元素的大小 在優標的地方呢 你一樣可以進行打勾或取消 我原本的UI設定呢 是設定成小的 這裡可以預覽 那你可以把UI放大 你看這裡會預覽 放大成你在看螢幕的時候 眼睛舒服的大小即可 當你變更完你的UI大小以後 它是要重新開啟軟體才會生效 當你更改完畢以後呢 按下確定 重新開啟軟體以後 開啟新檔跟舊檔的介面 整體的UI設計都一起變大了 工具列 旁邊的小視窗 全部都一起放很大囉 這個內建工門呢 我個人覺得蠻實用的 像在印刷色彩模式的部分呢 一定都會選CNYK 但之後如果這個檔案 你可能要放在網路上 你需要將色彩模式改成RGB 那要如何改呢 只需要將滑鼠移到上方 選擇檔案 文件色彩模式這裡 打勾的地方就是你現在這個檔案 原本的色彩模式 那我現在呢 要將它改為RGB 只要點選RGB打勾以後 上方 檔案的地方 它會改成RGB 現在你這個檔案已經變成RGB囉 那這樣子你的檔案 就能快速的更改色彩模式囉 今天你輸入一個文案 假設Menu 你輸入的是第一個大寫 從第二個字母呢 都是小寫 但如果今天客戶希望你把這個Menu 全部變成大寫的話 你只需要用黑色箭頭 點選這個物件以後 然後將滑鼠移到文字 更變大小寫 在這裡呢 可以看到有四個選項 全部大寫 全部小寫 自首大寫 聚首大寫 那我們想要把它改成全部大寫 只需要點選第一個 它就可以更改囉 一樣 變更大小寫 你點選全部小寫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Illustrator 四個內建的實用功能設定 希望今天影片對你們有幫助喔 別忘了留言給我喔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把影片分享出去 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 讚 om